小狮子和小老虎是很要好的朋友 这天,小狮子、小老虎和其他朋友一起在草地上踢球,玩得不亦乐乎 快,把球传过来! 小老虎对着小狮子大声喊道 小狮子用力一踢 哎呀,糟了,大雄家玻璃被踢碎了 小老虎惊道 大雄可是这个镇上脾气最暴躁的动物 如今,它的窗户被打碎了 小伙伴们都惊慌得赶紧逃跑 是谁把我的窗户打碎了 大雄打开门 玻璃是我打破的,对不起 刚刚,你为什么要帮我扛下责任呢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小老虎回答 小狮子回到家后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心里总觉得很不安 明明做错事的是自己 却由小老虎替自己承担责任 他想起了许多和小老虎一起玩乐的时光 决定要勇敢一点 为自己闯的祸,负上责任 第二天,小狮子去到大雄家 坦白自己才是踢破玻璃窗的元凶 小老虎来到时瞧见了 急忙拜托大雄不要责怪小狮子 是自己主动为好朋友担下的责任 大雄看见他们两位勇于承担错误 也就原谅了他们 好了,你们一起去修剪草坪吧 小狮子边拔杂草时边想 说谎和逃避就像心中长了杂草 不及时更正错误或坦白 杂草就会越长越高 只有勇敢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失 才能去除心中的那些杂草 小朋友们 从这个故事中 我们体会到了小老虎爱护朋友的精神 也学习到了小狮子承认错误的勇气 他们都好棒,对吧? 小狮子承认错误的勇气 小狮子承认错误的勇气